- 赵少康啊,你说赵少康一定有把柄在中共手上啊? 他那时候不是新党吗? 他把新党最后的结余款带走 这个事情不是大家都知道吗? 前两天不是王建轩,小军问他啊 赵少康到底有没有把新党的结余款带走 王建轩不是说,可以说有,可以说没有 这句话不就是有了吗? 你就是说赵少康的结余款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生懒人到今天还把赵少康当一回事 你看看,新党当时一开始的时候还很厉害 他是国民党连线出来的嘛 一开始新党的利完尾是很多的 一开始是有实力的 因为他的钱,他的政党结余款被赵少康带走 偷走了,抢走了,几个亿呢?几亿呢? 新党就开始没有钱,就没落了 但是新党很奇怪,他们好像不会找赵少康 不会跟赵少康要讨回来,很奇怪 所以因为在四九难民之后这些人 他们真的是欺散怕恶 对赵少康这种人,他们真的屁都不敢放一声 哪怕赵少康把新党的钱拿走了,让新党开始没落下去 他们也屁都不敢放一声 四九难民有几种特性哦 他们不讲是非哦,他们不讲什么都不敢讲 他们只讲眼前的利益而已 所以说赵少康有没有把柄在中共手上?一定有的 怎么可能会没有呢?是不是? 这俩赵一半斗李登辉,斗个屁啊 他跟李登辉算个什么 但是那个时候平良心讲 新国民党连线真的是针对李登辉 所以我说李登辉先生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嘛 一个台湾人孤身进入国民党整个都是外省赤酒难民的 那个环境,李登辉先生可以窜出头 可以最后能够掌握党政军 最后一个最好的办法,让你们没有办法复辟的就是什么? 总统直选 你们当时给他想一想 当时没有那个总统直选那个氛围啊 我们都没想到说,突然变总统直选了 但是李登辉先生这一招太漂亮了 让你国民党想要复辟都没有机会 所以国民党把李登辉开除党籍啊 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总统直选这个氛围啊 总统直选这一条路走下去是不可能再走回头路的 所以我们在说李登辉先生高手中的高手 他做任何事情啊 他也不会乱说话,他打蛇就打七寸 李登辉先生每一个出手都是又快又狠又准 你想想看那个时候 中国给台湾打飛弹96年的时候 李登辉说我有十八特剧本 这句话让多么安定人心啊 我相信李登辉先生能够应付中国的所有的那个什么 威胁啊 因为李登辉说我有十八特剧本 一个国家的总统就是要有这样的能力 安定人心 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人没有人怕说 你打飛弹我会很怕买人 我们李登辉有十八套剧本 我觉得李登辉这种政治奇才 政治奇才 你应该想想想想看 他一个人在我国民党没办法 什么都没有 他能够能够用他的手腕 重新掌握国民党 党政军都被他掌握住 那是多困难的事情 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没有这样没有这个才能的人 真的没有这种人 所以说台湾跟中国的差别是什么 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的时候 台湾都是最好的选择 而共产党在历史的转折点永远是做最坏的选择 对吧 如果不是习近平上来啊 中国的GDP真的会超越美国 各位你相信我这句话哦 如果是以什么 胡锦涛他们那个发展趋势下去啊 对吧 中共GDP 超越美国有什么奇怪的 美国在3亿多人 你中国14亿人 你整体的GDP超越美国有什么困难 是不是这样说 因为他最后最接近的时候已经到了7成5了 是美国的GDP的7成5了 特别奇怪啊 你们中国人这个时候就找一个习大傻上来啊 去跟美国打贸易战 动不动就给台湾封城啊什么 他根本就不管经济的事啊 瞬间被冻结掉 你相信外国 真的我跟我们新移民的经济 要这支帮下去 两年他都撑不过 而他也没有改变 完全没有能力改变 我讲过他们从贸易战 开始打到科技战 打到技术 现在打到金融战 华尔街都撤退了 各位你相信我 华尔街只要撤退 共产党就完全没有机会 完全没有机会 现在美国现在是在什么 金融上从香港当破口 香港港币对美元的联系汇率一定会断掉 一定会被美国弄断掉 而且他会把中国的四大营党踢出SWIFT 这个都是在做的哦 中国的金融破口在香港 中国的技术破口在台湾 你相信我出来的 美国现在已经开始 FBI啦 CIA开始针对台湾这些科技公司 在帮助中国的这些科技公司 全部被美国掌握了 所以我说金融的破口在香港 科技的破口在台湾 美国打这个仗是不会有任何手软的 你看美国这样 虽然跟中国好像还 美国人厉害就在这里 他们既定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越打越凶横的 其实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在观察这些东西 我是因为到今天中国还有很多朋友 所以你随时要问中国的 现在经济状况我随便问都有 所以我是很清楚中国的状态 而我也知道美国人不会手软 会把你打到趴为止 美国内蒙都在台湾了 这个都会啦 阿威比老师真的缺憾是黑金政治 不能这么讲 我问你啦 那个叫地方势力 李登辉在 国民党的党中央 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人 所以李登辉很厉害 他联系地方 联系地方 其实我跟各位讲了 黑金政治也不能这样说啦 也不能这样说啦 就是说跟地方合作嘛 当然后面有一些所谓的黑金 地方黑金政治 其实我跟各位讲 民进党是有能力来处理这些事情 处理地方政治并不难 看你怎么去做而已啦 但是我希望民进党能够有一个 像李登辉这种政治高手出来 黑金可以收容 可以控制 可以管理 最后还是要走这条路 不能让这些黑金 要么就跟国民党 要么就跟宋涛 这样眉来眼去 这个不是办法 最后民进党可以收容这些 黑金 我加以管理 你就不准再给我 牵涉到这些 这是什么 这些黑社会势力的 我认为这个不是不行啦 但是我也不能讲说 李登辉先生当时 他没有这样做 他根本就没有活路 那时刻你怕死人 党政军都不在李登辉手上 你们弄清楚 党在什么手上 党在李焕手上 正在于国华手上 军在郝伯村手上 李登辉那个时候是光感司令 他那时候 副总统升总统的时候 谁理他我就问你 谁理他 国民党那些 那些49难民 有谁把李登辉当一回事的 他们都想说你就是啊 就是傀儡而已啊 我整死你啊 没想到 回过头来被李登辉全部整死了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我真的觉得 如果李登辉 没有这个政治手腕的话 台湾今天还在 还在供国民党的威权统治 是不是这样说 国民党从来没有想要民主 你相信我这句话 那个时候美国的压力这么大 他都没有想要民主 因为他们没有民主的基因 没有民主的DNA 不是说很简单的道理啊 如果有人要辩论来 你说什么 你怎么 蒋经国要让台湾民主放屁的啊 蒋经国会让台湾民主 蒋经国是因为美国的压力到 美国说你如果不让台湾走民主 我要断绝美国的援助 那个时候台湾的什么 税路总预算每年有10亿美金的缺口 都是美国给你补的 因为你国民党是美国痴的 把你养在那里 就这样你都还不愿意走民主 是不是 如果他真的是要走民主 李登辉走的民主啊 你们国民党是不是给李登辉 办法一个青天白日大勋章 为什么把李登辉开除党籍 就这一点你们就告诉我 国民党从来没有要民主 那是演给台湾人看 演给美国看的 没想到我们李登辉 税等给他假戏振作 这厉害的地方嘛 我就假戏振作 我就让你总统直选 我看你国民党还有可能复辟没有 国民党复辟很一日子 在中国你看 中国满清最位之后 复辟了几次 曹昆 什么 谁啊 还有谁啊 袁世凯复辟过 中国人哪一个不想当皇帝 是不是 所以我跟你说 他们这都没民主基因 遇到台湾 如果不是台湾人 我跟你说台湾到今天还在什么 还在威权统治 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我们就经常说 经常说李登辉 为台湾在这里 李登辉如果 如果要讨好这些 国民党这些人 他跟着去搞威权这套 国民党最喜欢 甚至也会支持你 但是李登辉不是 我就是要走民主 我就是要 犯你大不会 犯你国民党的大不会 大不会 我就是要走民主 这是我和定的 何等的胸怀 我们设身处地去想 如果你是李登辉 你会选择一条 在当时这么艰难的路吗 你就继续选择威权就好了 国民党一定都支持你 叫你去走民主 走最艰难的一条路 如果不是心中有很高大很高原的理想 谁做得到 谁做得到 但我们就事论事 我们看事情要看深刻一点 不要经常去共民党 是不是 去看看 只有台湾人 有这种先天的这种 民主思维 台湾家要出这一款人材 台湾才能出这个人材 49难民 被共产党打的屁股尿扭到台湾 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 如果台湾不是台湾人帮他挡住 所以说823炮战 古铃头战役 哪一个不是台湾人打的 如果不是台湾人 挡在前面 我告訴你,49難民是沒有能力跟共產黨對抗的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只要聽到共產黨就屁股尿流了 嚇到屁股尿流 所以當年是台灣人救下了你國民黨這些難民 不是說你們國民黨到台灣,幫台灣保護住了 放屁了,你有什麼能力保護台灣? 你有能力保護台灣,你就不用被打到台灣來了 好不好?你們連那個什麼,長江隔江而治都守不住了 你們還有什麼能力去保護台灣?笑死人了 是台灣人保護了台灣,是美國第七艦隊保護台灣 弄清楚,台灣人對所有的台灣歷史真的要開始要學會去了解這些東西 你如果真的我們的主題,你讓我們的子弟都好好的去了解這些東西 我跟你講沒有人會把國民黨當一回事 你如果把國民黨的領事真的放出來給大家看 我跟你講台灣人沒有一個人會尊重國民黨 第一,他是亂層賊子 第二,他本來就是列寧式的政黨 他跟共產黨是一夥的啊 你們自己去查一下 共產黨的十大元算哪一個不是黃埔出來的 黃埔就是蘇聯給錢、給兵、給武器、給技術 培育出來的部隊讓你,要不然憑什麼? 你一個小小的黃埔,你有什麼能力去北伐? 你覺得北洋軍已經很強了 弄清楚,袁世凱的小戰練兵 練出來的北洋新軍 是世界一流的軍隊喔,弄清楚喔 只是後面,袁世凱死後之後 你知道北方的人就是這樣,開始分崩離析 各地的什麼軍閥 佔據各地嘛 如果袁世凱還在的話,能夠把這些軍閥統一的話 你革命軍 你在一百倍的革命軍 你也打不過北洋軍好不好 你要弄清楚,北洋軍那個是很強的 只不過是沒有辦法,中國人就這樣 袁世凱死了之後 各地軍閥就開始各戰三頭 所以才會被蘇聯支持的蔣介石、北伐軍 能夠統一中國 人家讓你統一的原因是讓你阻擋日本 所以說,如果到今天 如果到今天這些所謂四九難民 到今天還恨日本恨得要死 我就很想問他們 那個時候中國很多學者都在講 與其中國亡於蘇聯 不如亡於日本 亡於日本中國就會走入文明 你看光亡於蘇聯 你看二十多號人 到今天還被蘇維埃政權在中國楼定 可是你看這些外省人 這些四九難民到現在講 就在本來咬牙切齒 他們到今天都沒有人去思考過這個問題 如果當時不抵抗 讓日本來佔領中國 是不是會比現在共產黨佔領中國好一萬倍 有沒有人去想過這些事 你看他們在四九難民到今天講 講到日本來咬牙切齒 真可笑好不好 結果你們說犧牲多少人 去抗日抗出來的日就是這樣 最後被什麼 被蘇維埃政權 來撿便宜 而且你們被人家打得屁滾尿流 躲到台灣 這頂人真的說什麼 衰賣度人很衰小 為什麼這群人到台灣人 台灣人也看不起他們呢 我們的父母其實是看不起外省人的 是看不起人 這話說來喔 說來就外頭等了 但是這個事情 你有時候你不講齁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讓台灣人更加去清楚的看清這些事情 才是我們未來要走的路了 你如果這些事情都公諸於世 我們台灣未來要走的路會很清楚 不會到今天還能 其實我最近也在想這個事耶 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小英喊出來的口號 我們到底要不要接受他 我一直在想這個事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真的一直都 我們台獨的人一直都沒有共識 為什麼台獨會分這麼多派系 我都搞不清楚 這怎麼會有力量呢 這絕對沒有力量的 所以我們要從台獨越來越被邊緣化 甚至被妖魔化 這個一定要有人出來整合這個事情 統一一個口徑 統一一個什麼 到底要怎麼樣往前走 其實我們就實質獨立了 確實是實質獨立 只不過說 因為我覺得中華民國是走不出去 全世界 因為他們全世界是遵守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中國的政策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沒有你中華民國的空間 而你如果繼續講中華民國 就跟中國牽扯不清嘛 所以到底我們未來要怎麼走的話 好像其實現在好像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事情好像很多人可以接受 大部分台灣人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們 我們未來要怎麼走 大家真的有時候要水到渠成 對啦 希望讓它水到渠成 我也要想說 這樣下去 台獨的社群真的被邊緣化了 台獨是真的被邊緣化了 各位 這是很現實的一句話 這是很現實的一句話 台灣台獨真的被邊緣化 我們真的要怎麼樣重新振作起來 重新展現我們的影響力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太久沒有人在做這些論述 很多人只是這樣 我真的覺得台獨的聲音比 比我當年小時候的聲量還小了 我們以前第一次聽到台獨 哇多激動啊 是不是我第一次聽康廉講的演講 我多激動啊 現在為什麼沒有這個氛圍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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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我們真的自己要檢討 有些事情是自己弄壞了 自己走壞掉了 自己大家勾自己一母三分地 沒有人願意去什麼 去整合這些事情 這是我常常在思考的問題 常常在思考的問題 改台灣啊 我說實在啦 我不是說這個氛圍要法理建國啦 這是要證明自憲啦 這是最好的時候啦 因為習近平現在真的沒有能力 他真的沒有那個能力管理這件事 習近平他連明天能不能再位他都不知道 我跟你說 我剛剛講了 中國各地在集結勢力在反習 這個習近平很清楚 這不是我自己說的 我們得到的訊息絕對不是假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幹嘛的時候 我跟你講 是他沒有能力的 他沒有能力處理啦 我講過很多次啦 台灣應該要對中國強硬 甚至這個時候 走我們自己要走的路 我跟你保證啊 他只會在那邊喊一喊叫一叫一 因為我剛剛講了嘛 軍方根本就不聽他的 軍方打台灣開什麼玩笑 我幹嘛 為什麼要為你去送死 軍方最清楚台灣現在的科技到哪裡 軍方比誰都清楚 軍方也更清楚 軍方單獨面對日本就幹不過日本 不要說台美日聯盟啦 而且還有韓國咧 是不是這樣說 這些東西 軍方比你更清楚啦 人家為什麼要為你去賣命 人家好好的 生活好好的為什麼賣命 為你習近平一個人去賣命 神經病啊是吧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東西弄清楚就知道 沒有那麼可怕 走我們自己的路 大選 讓台灣從外 給子孫留下一塊最美好的土地了 其實我們這個雛形已經慢慢建構出來了 沒有覺得嗎 沒有覺得台灣現在這些雛形慢慢建構出來了嗎 大師挺75塊 謝謝 那種電視上被猴柯帶偏 沒有時間談民主 可以參考財經M平方對賴柯的訪談 發現柯連嘗試都沒有 對阿柯本來就沒有嘗試啊 台灣的經營產業已經客製化了 柯說客製化是台灣未來發展的方向 他不懂Yahoo和Envidia發展歷史 把他們都說成新創公司 發現他連以前的立場程度都沒有 聽聞那種0.6歲國家培養某些台灣人是有吸引力的 對阿 我本來就說過很多次阿 柯文哲、侯友宜這種人 他們兩個除了自己的專業之外 一無所知阿 這個我早就已經看透了 看出來了 所以為什麼他們到今天還要 一個只講他台大醫院的事情 一個只講他當警察的事情 因為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他們什麼都不懂 這我也講過很多次阿 不談專業的話 不管講國際、國防、外交、科技 我跟妳講他們 侯友宜跟科目者兩個加起來 都比不過我一個人 他們兩個加起來 都比不過我一個人 因為我早就看出來 他們真的對這一種一無所知 其實真的懂了 他們不會這麼 比如說台積電那些事情 是他最好的機會發表他的看法的時候 結果他們都不敢講 台積電耗電 用很多水 靠腰這誰不知道 誰不知道台積電用很多水 但台積電水可以重複9次用 你知道嗎 台積電電都是綠電 你知道嗎 是不是這樣 是說本來這些人 這幾個就是糟糕 柯文哲真的是糟糕 侯友宜更是小丑 沒有關係 讓他們去麻花捲 他們的民調應該慢慢會接近 據我所知 他們現在的民調兩個 開始在麻花捲 這是最好的結果 最好的結果 就是說 真正沙喀的價值才展現出來 是因為侯友宜自己 真的太不成才了 其實我說 國民黨如果不是推出侯友宜 推出給正常一點的人 今天都不至於打得這麼辛苦 為什麼我要選侯友宜 我實在是想不懂 存到這種結 這種人 就剛剛講的吧 你想要當總統 你的那麼凱學院 這樣一半 這樣一半的房租他都捨不得 一年差一千萬 他都不敢 這種人說要選總統 找死人 小丑中的小丑要選什麼台灣總統 你想想看 任何一個人有志大位的人 他絕對不會捨不得一年一千萬的房租 這樣給我好聽 問題是你現在是在嗎 人家把你定位為剝皮寮 剝皮猴 所以說到今天 他還掙脫不了剝皮寮這個話題 就是因為他 太沒那個豪氣 一點點虧都不願意吃的人 基本上要做總統 基本上做理長都不出表 你們新北市的人選他當市長已經很丟臉了 我說實在 他沒出來選總統 我還不知道他有這麼爛 你知道嗎 你們新北市這樣的人 讓他當兩屆的市長 你們不會建設 比侯友宜 比韓國瑜更爛的一個人 更不如的一個人 人家高雄會把他罷免 你們台北有把他罷免嗎 新北市怎麼這麼建設 不過也不能這樣講 我們台中心也很建設 那個魯小小 那魯小小好像在台中市 他越來越有實力 可怎麼辦呢 真的是 所以說 還要繼續努力啦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能需努力啦